慈笑的白香像 从前有两个国王 一是家师国王 一是比提西国王 比提西王因为拥有一只力大无穷的香像 总是轻而易举把家师国王的军队打败 家师国王为了一血浅耻 便对全国下达命令 如果有人能为国王抓来强壮的香像 必定重赏 当时有人发现山里住了一只大白香像 家师王立刻派军队上山围捕 军队害怕相向反击 带了好多武器和网子 没想到这只大象竟然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 温讯的被带回宫中 国王得到这头珍贵的白香像 非常欢喜 为他盖了一间漂亮的屋子 里面铺着柔软的毯子 又给他上好的饮食 还请人弹琴给他听 可是不管国王对大香像再好 他始终不吃任何东西 再这样下去 香像一定会饿死的 家师王非常着急 亲自来看这头香像 问他 你为什么不吃东西呢 我的父母住在山里 年纪大了 眼睛也瞎了 无法自己去找食物 我离开这几天 他们一定饿坏了 只要想到这里 我就难过地吃不下东西 大王 你能不能放我回去 孝养父母 等将来我父母老死了 我一定主动回来 为陛下孝命 家师王听了深受感动 便放这头香像回到山中 同时搬离 全国皆要效养 恭敬父母 不孝顺的人将处以重罪 过了几年 老相往生了 大香像果然依旧回到了王宫 家师王高兴极了 立刻派他进宫比提西国 但是 香像对家师国王说 国王 没有人民会喜欢战争 打仗不但造成重大死伤 还会使家庭破碎 让许多父母都不能被效养 我愿前往比提西国 做和平的使者 替两国化解恩怨 后来 香像靠着一片诚意 教导大家 孝顺父母的观念 成功化解了两国的恩怨 使两国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 当时的家师国王 就是现在的波斯逆王 比提西王 就是现在的阿蛇侍王 而那头香像 就是我 因为香像能够效养父母 进而感动人们 也跟着效养父母 才能让两国和平共处 不再战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